我打正招牌寫明說莫雷拉 為什麼還有些不喜歡她的人 會一頭鐘進來用粗口留言叫我不要說的呢 這個世界真是莫名其妙 人們覺得用粗口罵人很爽嗎? 其實用粗口罵人沒有面子的不是被人罵那個 是罵人那個而已 為什麼沒有面子? 讓人知道他們有失詩文、沒有文化、自暴其短 只有不懂罵人的人才會用粗口罵人那麼噁心 所以沒有面子的不是被人罵的 是罵人那個而已 如果這樣也不明白真是很白癡 不喜歡莫雷拉就不要聽我說話 正如一個不吃牛肉的人走入牛扒屋搗亂 真是神經病 真是神經病 同樣道理而已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總是喜歡針對莫雷拉 最近有人在社交網站上 用漫畫畫了巴基之星的故事 不過他只是畫到巴基之星 因為莫雷拉而罷跑 然後被布宜鶴騎分 又贏了整條街 之後就沒有畫了 他真的以為沒有人知道故事後面是怎樣的 布宜鶴騎著巴基之星 贏了一次之後 第二次再來騎 被馬害到 又停賽又罰錢 還要罰很多天 變相將獎金吐出來 陰光 後來這隻馬在香港退役 轉戰杜拜 第一場跑第四 馬柱很開心 因為在杜拜跑第四 獎金也不錯 第二次再出賽 又試出閘 就立地成佛 這隻本來有馬王質素的馬 太有性格了 喜歡跑就跑 不喜歡跑就不跑 跟誰騎他 是無關的 不要把他罷跑的罪名 壓落莫雷拉道 另外 昨天馬會冠軍 又創下了他今季 有16場吃白果的新紀錄 昨天還不止吃白果 還是零雞包 即是三甲都不進 破紀錄了 他開不開心呢 有人說 他臉皮比針板厚 所以才可以在香港做冠軍騎士 難怪莫雷拉要走 他很薄皮 動一點就哭 我記得莫雷拉也曾經好像馬會冠軍 連續幾天吃白果 沒有頭馬交差 結果被應家拍鬧他 還要被記者看到 然後他一天掃回三四圈 然後記者就笑他 騎士是要管的 現在馬會冠軍連續幾天吃白果 要不需要捱罵呢 應該也不需要吧 馬會的高層這麼疼他 怎麼捨得罵他呢 再見 再見 稍見